選舉是一世 做人是一世人 我有說 我也有勝利 只要我當他退去布文区安全名單以外 我願意退出這次的禮拜院選舉 所以為了要兌現承諾 為毅然決然 退出這次的立法院選舉 當然 選舉的教授特別比較多 有的黨派為了他個人的私人利益 結果製造一些謠言 說我要給我四名湯 所以我聽這幾個月後 我非常非常生氣 當然非常地震怒 但是有很多朋友跟我講 他說我相信你會做人 當然我就接著說 只要我 以及我的家人 有去接受到 不關聯合 例如我以外的好選人 包括張漢天 黃秀芳 以及黃藝芬 以前有賣的人 跟我們島的人有人去寄贈 有去搜尋找我管理 天打雷批 當然我願意不要為了你個人的處理 個人的選舉利益來製造這個謠言 我相信 天堂 天堂也在看 中華北華山大夫也在看 以及我們中華南廟宮也在看 你的警察也在看 記憲 你不要造謠 抹黑 沉潔 以及我的寄贈 所以我在這裡要請這個紀錄的生命 如果你有意見 我反應隨時 可以讓大家約定 不管要來南廟宮 還是要來天堂堂 還是要來官邸廟 去那裡酒餐 我願意北斗 希望大家 一定要雙心斷見 要讓人有的為了他個人的政治利益 來製造謠言的 我希望你好好做個檢討 那委員現階段有要特定支持哪位候選人嗎 那我目前是不參與這次的立候選舉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能夠選選你一人 因為你的一票 關西跟你的警察如何幸好 我願意選舉大家用冷靜暑刻去討論 那委員針對之前有媒體報導 說全國總公會是不是遊覽轉率 轉而支持蔡英文 那這部分你有什麼想法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因為我雖然是被開除的 中華國民黨的黨員 但是我還是秉持一日黨員 眾生黨員 當然要下架無敦儀 國民黨才有救 那另外有關於全國總公會的部分 我個人是絕對全力支持韓國瑜 那至於其他的公會的話 那我要進一步的了解